其實我想不太起來第一次來的時候是什麼時間 但是進來的時候就覺得是一個很舒適的空間 然後雖然說這個表演場地沒有說非常的大 但是給人的感覺是可以很舒適的在這裡演出 或者是看表演的地方 書法那個我比較有印象啦 因為就是在這邊然後 然後算也是一個就是做的還蠻大長的一個節目吧 因為就是另外有找其他就是表演團體進來合作 然後就有那種美美的投影啊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那一次的合作應該是跟那個三個人的郭明晴 就是有合作他那時候他的專輯的就是古正的曲子 然後把它改編成就是鋼琴跟古正 就是這其中一個我參與的節目 然後另外一個我記得是就是校歌吧 就是我們因為那時候剛好是配合校慶的活動 對那我們就有重新編了一個校歌 然後那時候其實也就剛好印證 就是我後來就是學傳統音樂這一塊 就是我把它就是做成有點算是中西合併的感覺 然後人差不多就是各半就是西樂一半然後國樂一半這樣子 對然後把校歌改得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大家可能一下子聽會認不出來這樣子 對對對所以我會覺得像藝文中心這樣就是一個類似平台的概念 就是像就是團隊也會 雖然是每和一些校園裡面就是不同的演出團體把他們拼在一起 或者是就是給他們一些新的任務讓他們去發想 我覺得這都對於就那個就是大學生這一塊是滿有幫助的 因為我覺得是因為這裡的這裡的人們都很很適合也很鼓勵就是大家做不一樣的嘗試 所以我會覺得當然也不是說不能做純音樂的演出啦 就是說好像可以更來嘗試一些你平常在別的地方很難試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主要是這邊的人跟就是這邊整個感覺就是很適合給大家發揮 那時候修就是藝文中心開課然後要學期末要舉辦一場藝文活動 就是簡單來說是這樣那時候就是他是做音樂然後就是然後我是畫畫就是畫人像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想說那這個活動的主題的主軸是什麼 我們就想說既然是他要找一些認識的人來演出 然後我要畫的人應該認識的人會比較好下手 所以我們就想到六度理論就是只要就是有個理論是說 如果說你跟另外一個陌生人之間只要有六個人就可以連接在一起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主軸就朝這個方向前進 然後在這個活動裡面就有安排一些小遊戲 啤酒對就是一手啤酒六個朋友就是六度理論 然後那時候的話我記得我好像畫了六十張吧 就是總共有十組六個人 然後就是六個人他們是可以就是報名成一組 我要成為這一組的六個人 然後我就會把那個畫貼在就是這一面牆 就是不同位置 然後有一個小遊戲就是說 你找到就是你去辨認那個臉 然後去找到你那一組的組員 你就可以來換啤酒 因為我其實覺得藝術行政需要具備的特質有幾個 就是你要能夠做一個好的藝術行政的特質 就是第一個我覺得你要很細心 對就是細心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你有沒有細心的就是發現某一些錯誤其實會影響到很多 就是如果比如說你辦活動的時候你可能突然發現一個錯誤 欸這個時候要怎麼辦就是 細心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就是你要會觀察然後反應要夠快 因為執行活動的時候可能會遇到一些你沒有想過的事 跟另外那個就是她是吳佩玲 然後她是就是NYU念電影配樂的碩士回來 對然後我們其實在大學的時候就有蠻多合作 就不一定是做配樂啦 就是可能演出會比較多 但我們就很清楚就是各自有哪些作品 然後擅長的曲風啊類型什麼 嗯然後我們其實也有相同的 就是對創作音樂這件事的看法就是 我們應該說是一份責任感跟就是對 就是對可能對文化或是對某些東西的熱愛 就是讓我們會對就是創作音樂這件事有莫名的堅持 然後因為我跟她就是 嗯算是比較不善與人溝通 應該是不善與人溝通啦 就是覺得 這些案子就是也不是只有創作這件事嘛 所以我們就想說我們兩個這樣真的是不行 對而且其實除了就是不行之外也真是不擅長啦 因為還是有很多妹妹嘎嘎的事情 那我跟她我覺得都沒有這個這個辦法 那剛好就是我一憑她在做藝術行政 然後也對我們兩個作品就是略有了解啦 這樣子 所以想說欸那不如我們就三個人 然後分工就其實跟我剛剛講大家的專長是一樣的 對然後就有一天就欸好那我們來開公司吧這樣子 就這樣子 對 對